不是因为我学的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 终于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 让更多的西方人 去了解中国一家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文化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来这里 公司庆典以中国十二生肖年 为一轮 与中国朋友一起到 湖南偏远山区 帮助贫困家庭 执掌年营业额 近八亿元人民币的 长沙西脉制造有限公司 总经理 巴斯托罗 马里奥是一名意大利人 早在2007年 他便带领公司 洛虎长沙 成为长沙经开区 首批外资企业 主营汽车内燃机 发动机零部件 及传动系产品开发生产 如今 他不仅取得了 中国永久居留证 还获得过湖南省 肖乡有意奖 称自己是一名新长沙人 马里奥告诉记者 从工厂选址 到办理营业执照 再到所有设备 飘洋过海 抵达工厂 招聘工人进场开工 他们在长沙政府部门的 全程帮助下 只用了约半年的时间 在长沙建厂 让他亲身感受到了 长沙政府部门 周到热情的服务 体验了中国速度 我们有些帮助于 政府部门 因为有些人 尤其是我们的 尤其是 需要移动 从中国到沙 为找到 一些客户 或找到 一些连接 与一些企业 发展的 同样 在中国 所有人 所有办公室 都尝试很多帮助 在中国的设计是更加快 比我的经济的经济的经济 马利奥介绍 在中国发展大环境下 公司迅速成长 但随着客户对产品性能的要求不断提升 外资企业也必须不断更新典代 才能适应市场需求 对此 马利奥认为 理解中国文化紧跟中国发展的脉搏 融入中国市场是外资企业应有的中国style 马利奥认为 中国文化远远流长 传承数千年 在同一套文化体系下生长的中国员工 十分善于朝着同样的目标 一起协作 共同奋斗 将中国的文化理念应用到管理中 更让他的企业管理受益匪浅 马利奥表示 从进场初期原材料全面依赖进口 到99%的原材料实现中国国产 从产品完全出口 到现在中国市场与海外市场平分秋色 西脉已经是完完全全的中国制造 未来公司市场的重点还将更多向中国倾斜 因工作繁忙 年近七旬的马利奥 基本两年才回一次意大利的家乡 但在长沙生活了十多年 马利奥亲眼见证了长沙的全面发展 这里早已让他有了家园一样的归属感 Chan Sha was one big city when we arrived in 2007 now Chan Sha become more big city the service is very good service the same service about the transportation service about the normal life possibility to enjoy in Chan Sha for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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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her activity not linked with the business the same in Chan Sha the people work very hard they are focused on the business but they are very able to enjoy they are going to hope 如今在工作之余 马利奥喜欢骑着自行车 感受湖南的风景风情 他也将所见描绘在他的画作里 他说按照中国生肖自己属龙 现在在中国已经度过了一个本命年 希望未来能在中国度过一个又一个龙年